國人同胞 各位媒體朋友 今天我們鐵路運輸在花蓮 發生了重大意外 我們要對於遺難的家屬 和受害的乘客表示最大的歉意 也要向國人同胞報告 招持意外 非常遺憾 我在第一時間有和總統報告 一直保持密切聯繫 現在來到第一指揮中心 也已經詳細聽後線指揮官 我們交通部王政府次長 和我特別指派行政院秘書長 和各單位詳細報告 知道這一個不幸 目前已知有36位 35位是乘客 一位是司機員 有沒有呼吸心跳歐卡現象 在現場已經搶救出來 還有8位還在變形的車廂中 也會盡快全部搶運出來 其餘有81人 總有9人是重傷 送各家醫院搶救中 剛剛我特別指示 也轉達總統的關切 第一就是在醫院搶救的乘客 很多都要請相關醫院醫師護理人員 給予最大的治療 希望減少他們的損害傷的情形 一定要盡快讓他們能夠恢復 第二就是往生者 我們也都要聯繫家屬 並給予最好的相關安排 而也只是內政部協助來處理 第三就是有關交通 因為是親民年假期間 非常重要 一線已經完全受阻斷 西政縣還可以通車 所以還是要維持運通 讓在親民期間 需要的乘載旅客 不會完全阻斷 並且在現場搶救完成 證據保全相關資料保存好後 要盡快的來搶運疏通 讓他恢復暢通 同時在各車站後 其他有等待 另外要使用 培路因書的乘客 也要給他們最好的輸印 服務給他們最完整的資料 做變化的處理 如需變化處理 也給予最大的幫忙協同 另外相關信息 都透過公告網路廣播 給相關的乘客 家屬親人 都能夠知道 也要使用 鐵路運輸的乘客 都能夠知道訊息 以做判斷 我也在今天早上 就指派鐵路局 代理局長 齊文中次長 直升機直接 從現場處理 在現場成立前進指揮所 直接由現場的警察局長 衛生局長等作證 另外我指示交通部林部長 內政部徐部長 特別指派專機 載他們到花蓮 通行現場 現在他們已經 遺達現場 那我等一下 本人要親自 趕到花蓮 到現場 以及到醫院 要瞭解情況 希望能夠 讓損害減到最低 同時給 因此受傷的乘客 給予最大慰瘟 並給醫護 要求給予加油 那對於 因此而離難的乘客 我們特別質疑 也給家屬 質疑 給國人同胞報告 遭遲意外 非常不幸 我們對相關責任 會在搶救完成後 來進行 對於有相同 可能發生情況的 會不會還有其他地方 也要求鐵路局 要全面盤整 立刻了解 防止漢市再發生 以上報告 請國人同胞 當此時刻 大家集氣 給往生者 致意 給 受傷 乘客 給他們加油打氣 給工程人員 也給予鼓勵支持 那相關的交通 治安 持續的維持 我也 剛才警政署長 在現場 我也都特別要求 那也感謝 全國 相關地區 許多救難團隊 遺物人員 都盡力 讓我們現場 及相關醫院 給這件意外 不幸 做最大的幫忙協力 也一併感謝 那各位媒體朋友 一早到現在 都很辛苦在這裡 也給大家致力 也給大家感謝 那我馬上要趕到華聯 謝謝大家